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李生老师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第三方面的内容 那就是英语语音的学习目标究竟应该定在哪里 我们经常说学语音,学语音 是不是一定要学的和native speaker一模一样才叫好呢 实际上问题的答案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 我们首先来看一张地图 大家看得出来这是哪个国家的地图吗 这是英国,The United Kingdom,The UK 在这张地图当中呢,我们有一些虚线画出来的区域 还有一些实线画出来的区域 请大家注意,在英伦的国土面积当中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实线画出来的就是当地的这种语言啊 它已经基本上自成一派了 就像咱们中国,我们有这个广东话,粤语,对不对 粤语呢,它本身有它自己的语音词汇和语法 和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不尽相同 大家很有可能,如果你没有学过粤语的话 你是听不懂粤语讲话的,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图片里面 这些实线画出来的区域 就是英国,英国当地 在那个区域当中人讲的话 就像粤语在咱们国家一样 你如果没有深入的了解过 你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的 而这些虚线画出来的地方呢 则是它的方言 就像咱们中国有各地的方言一样 虽然方言呢,比起那些粤语啊 相对来说要好懂一点 但是仍然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 你要说话说得像一个native speaker 要和一个本族人接近 那么你要想一想 这个本族人是哪嘎的来的呀 对不对 比如说英国这么多区域 它到底是画实线区域来的 还是画虚线区域来的 还是不画线的区域来的 对不对 你这个问题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 美国的情况也一样 这里面不同的区域 用不同的颜色给它标了出来 而且这里面也告诉大家 比如说我们有德克萨斯的 这种Texan accent 对不对 有这个Val accent 有Country accent 有Bayou accent 有Midwest accent 有Canadian accent 有Northern Cities accent 都有各种各样的方言 所以说当你遇到了一个美国人 你要跟他去学语音 他又是来自于哪一个地方的呢 他的这种方言 能够代表我们所谓的美国式发音吗 这一点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好比说我自己 虽然我是一个普通话还可以的人 但是呢 大家如果仔细听 仍然能听得出来 我有口音的 因为我是南方人 我是江苏严城人 那么我在讲话的时候呢 就会带有严城当地的一些方言 所以说呢 外国人如果跟我来学汉语 那么我是不是能够就代表了 所谓的标准的纯正的汉语发音呢 我感觉也不行 所以啊同学们 请大家以后如果再看到一些课程 他去标榜自己说 我这个课程特别的纯正 我这个发音特别的标准 这种老师呢 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站位不够高 他做了一个虚假的宣传 实际上呢 在英语也好 在中文也好 在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也好 只要讲他的人多了 就会产生遍体 每一个人的发音都会不一样 所以说千万不能搞个人崇拜 那在这个地球上 并没有任何一个人 值得你把它作为唯一的标准 你真正意义上的唯一的标准 不是别人 恰恰是你自己 你自己要找到一个 符合你自己的审美 符合你自己这种 发音器官条件的一种发音方式 这种发音方式 让别人听起来能够理解 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刚才我讲了 英国人他本身有各种各样的方言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遍体 美国人也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我到底是学英国英 还是学美国英 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 就已经站不住脚了 我再进一步的和大家剖析一下 实际上呢 如前所述 我们说纯正的 标准的 地道的这种 英国英或者美国英 纯属虚假宣传 每个人都有口音 无一例外 所谓学英英或者美英 如果说从学习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要找到一个学习的对象的话 倒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英英我们把它叫做RP 叫做received pronunciation 就是英国的上流社会贵族阶级 他们在之间进行交际的时候 所说的那种语音 叫做received pronunciation 这里的received表示可以接受的 那什么样的人接受呢 就是贵族阶级之间互相能够接受得了 吸纳你 你说你的英语说成这样 你一定也是个贵族 received 对不对 这种感觉 那么美国它作为一个多个民族的大熔炉 所以说美国人之间一种通用的美国口音 叫做General American English 叫做GA General American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学音音或者美音的话 当然有一些教材 它就是基于RP或者基于GA来编写的 这种东西你是可以学的 但是在真实的语境当中 你能够遇得到来讲一口纯正的 标准的这种地道的RP或者GA的人来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就算是BBC和VOA 他都不能讲 他的播音员讲的是纯正的RP或者GA 大家能够接触到的教材和影视资料当中的发音人 实际上都带有他个人的特色 所以到底是学英国音也好 还是美国音也好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的选择题 因为从学术上来讲 这两种发音 它是同一个语言的遍体 它之间的相似性 要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特异性 不存在 学了其中一种 就必须要排斥另外一种的道理 我学了英国音 我就美音 我就看不起他 学了美音 我就看不起音音 这种实际上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实际上British English 或者American English 它都是English 大家能理解吧 那么前面的这个British和American 只不过是一个限定词罢了 是一个定语 对不对 它本身都是一样的东西 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 就像我刚才说的 很多人学了美音 就觉得音音不好 学了音音就觉得美音不好 我不喜欢 所以说喜不喜欢 也就让这个问题的本质 给它暴露了出来 所以说学英国音也好 还是学美国音 它是一个情感方面的一个选择题 而不是一个学术的选择题 学习者如果更加喜欢哪种发音呢 则更加有可能 为了掌握这种遍体而做出努力 那么好了 如果大家一定要以某一种遍体 为努力的目标呢 那么希望大家在听 在看一些事情资料的时候呢 就要多多的去涉猎 这样的一个遍体 那这里面就提到了一种具体的操练方式 这一点呢 我一会儿会跟大家讲 但是一定要注意 在现行的所有的音语测试的听力题当中 它都不可能仅仅测试 你对于某一种发音的这种理解能力 比如说大家去考雅思考托福 这个听力题当中 难道只是英国人讲话 只是美国人讲话吗 不是的 里面英美澳加薪 包括日本人 中国人 对不对 印度人 什么人都有 对不对 所以这种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于口音的这种痴迷啊 你可以在练习口语的时候 比如说语音输出练习的时候 你去痴迷一下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操练 这个我不反对 但是在练习听力的时候 在平时选择教材的这种内容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有学无类 一定要做到兼收并序 你千万不要说 我为了说音音或者说美音 我平时就只听英国人 只听美国人 这样的话会大大的削弱 你的听力理解能力 好了 说了这么多呢 我就是想让大家去明白 学习英语语音呢 它的目标不应该定在某一种音上 这样那种目标是过于狭窄了 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合理的 语音的学习目标 那就是要摒弃a lofty goal what is a lofty goal loft大家都知道 买房子的时候 如果你要买一个富士的 带那个二层楼的loft 对不对 lofty就是它离你很远 你伸出手 你就够不着 那么在英语语音的学习过程当中 a lofty goal is to sound like a native speaker 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说的和 这个native speaker尽量接近的 只有少数人 比如说我 作为一个英语的教师也好 专家也好 实际上呢 我在英语的学习方面 在语音方面不断的精进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职业的素养的体现 这个是有必要的 包括像这个radio announcer 包括像这个tv anchor 也就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 他们也有必要把自己的英语音呢 学得更加的好一些 但是除了这样的一些人之外呢 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要求的 绝大多数人学习英语音的目标 是一个modest realistic goal 也就是一个比较谦虚的 一个比较现实的 比较能够reachable 能够真正的意义上能抓得到的一个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呢 to develop a clear understandable pronunciation 也就是一个清晰的 能够让别人理解的发音 with appropriate intonation and stress 那么这样一种清晰的 能够让别人理解的发音呢 其中有两个条件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呢叫做intonation 就我刚才讲的这种语调 还有一个呢就是stress 重音 所以说各位 我们在学习英语音的时候呢 除了少数人之外 绝大多数人的英语音的学习目标 就是要说出一个非常清晰的clear 能够让别人听得懂的 understandable speech with appropriate intonation 恰当的语调 and stress 和重音 所以说呢 能够做到这几点啊 就应该算是一个好的英语语音了 当然了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去理解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对于好的英语音 我们还有更高的要求 这个要求呢就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叫做intelligibility 那这个单词比较长 intelligibility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speech perception 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 别人能不能听得很清晰 very clear 这个对于我们大家学习的要求是 口齿要清晰 说话的时候不能含混 嘴里面乌鲁乌鲁的那种感觉可不行 含混不行 要非常的清晰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叫做comprehensibility 也就是what is conveyed 就你这个口齿是清晰了 但是你说的这种话呀 表情答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一定要注意 把你自己想说的话呢 把它给说出来 一定要表情答义无误 第三个层面就不是说话人的层面了 第三个层面是听你讲话的人的层面 你的交际对象的层面 叫做什么呢 叫做interpretability 也就是the recognition by the hearer or reader of the intent of purpose of an utterance that is the intentionality of the utterance 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别人到底听懂了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在交际的时候 也要刻意的去调整 自己的这种发音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你的语调和重音 来真正意义上的让别人听懂 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如果对方准确的理解了 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沟通呢 就是成功的 所以啊 要想达到刚才说的这三个层次呢 是不简单的 首先口齿清晰就没那么简单 大家想一想 自己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 包括一些同学 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有一些含混的现象呢 如果有这种现象 那么大家就要去练习口部操 那就是你的唇指舌要锻炼 要让他们为你所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 comprehensibility这一块 你要学会在说话的时候 要以interpretability为目标去说 你的音 率 调都要准确 要练习的内容呢 还是非常多的 单看音这一块 就不仅仅是它的长体发音 什么叫长体发音 大家可能学过20个原音 24个辅音的发音方法 那些呢 实际上它是正常的状态 除了正常的状态之外呢 还有遍体发音 就它在不同的情况下 这些音呢 它会发生改变 以及这些音本身的长度 也会发生改变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绵羊这个单词 绵羊这个单词 很多人会拉着这个长调 拖着长音去读 把它念成sheep sheep 这只讲句错了 应该念成sheep sheep 为什么 因为它后面跟的是一个轻辅音 轻辅音之前的原音长度 要缩短 而后面如果跟的是一个 着辅音 则要把它给拉长 有同学说 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这个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同学们 这是一个对不对的问题 我再来举一个例子 在连续的语流当中 你到底说的是 leak lead 还是 lead lead 实际上因为爆破音 在词尾一般来说 都听得不是很清楚 那么中间的这个原因的长度 就决定了对方到底把它理解成哪一个单词 你到底说的是leak 还是lead 你看我这个leak这么长 lead 有这么长 对不对 这就是中间这个原因的音长 受到了词尾的这个辅音的一个影响 而导致它的音长不一样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人发音很准确 这个音准 如果说单纯的是看你的口型 那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它的音长 包括它的语调 等等一些其他的信息 我们才能够认为 这个人的发音是比较准的 所以认为英语音的学习 仅仅包括那些单个的音的学习 是一种大错特错的 有限的认知 所以同学们 我们要想把语音给学好 那就不能仅仅学习 它的一些最起码的东西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语音课 都和大家讲说 这个语音课就是学音标 音标的发音 这个在我看来 简直是基础中的基础 如果是万里长针的话 你现在顶多跑了一百米 是吧 将来还有很多的东西要跑 你如果不相信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幻灯片 我说 许多学生和老师的发音不正确 语调不自然 语流不顺畅 其主要的证结 并不是音味的长体发音不对 而是各个音味的变体发音不正确 或者就是说 根本就没有想到在特殊的语音环境当中 需要大家去调整你的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或者声带的状态 我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这是一句歌词 它来自一首筷子人口的英文歌曲 叫做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就是所谓的爱你在心口难开 那么这一句英文歌词 大家自己来读一读 来想一想 怎么样读它 才能够自然而且流畅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张幻灯片里面看到 哇 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一开始 I'll I'll 这个后面又是一个love love 对不对 这地方的I'll和love 它两个O 舌侧音搁在一块 就要合并成一个长音 I'll love you I'll love you 而且这个love和you要连读 这地方这个v和ye 要稍微的原存化 你本来念的是v ye 你看没有原存化 但是这地方你要love you 你看有一个原存就出来了 love you 对不对 因为后面接的是一个u的音 对不对 所以下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要领 我就不去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念了 但是大家要明白 你这些东西如果都做到位了 这一句歌词 才能够像我们的原生当中唱的这样 既流畅又自然 我们来欣赏一下 I'll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I'll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发音的状态 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回到一个合理的学习语音的一种认知上来 我们不要再去痴迷 我到底发的是英国人发的 还是美国人发的那种状态 这种痴迷呢 它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于同学们来说 我希望大家的英语音呢 能够学的清顺自然 这四个字怎么理解 清就是clear 我们这地方写到了 clear 顺呢 是指你在说话的时候啊 它中间不会有磕吧 就等于说你说的比较的连贯 同时呢 要自然 自然两个字就必须要牵扯到 你所要表达的你自己的一种 内心的这种情感 以及你所要传递的信息 所以说呢 就是appropriate intonation 用语调 以及stress 用重音来传递 你这种自然而然想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说清顺自然 是我们学习语音的一个合理的学习目标 我们学习语音的语音的语音的语音